唐僧成佛后 为何突然命丧雷音寺 孙悟空发现凶手竟是身边之人 那时孙悟空被如来封为了斗战圣佛 诸八戒被如来封为了净坛使者 沙僧被如来封为了金身罗汉菩萨 白龙马则被封为了八部天龙菩萨 唐僧孙悟空成佛 三戒震动 不仅灵山诸佛 众菩萨前来祝贺 就连三戒有头有脸的神仙 都亲临雷音寺参加了这一场盛大的宴席 其中赤脚大仙 太白金星 金鼎大仙 郑元子等人赫然在列 宴席过后 如来安排赤脚大仙 太白金星 金鼎大仙 郑元子在灵山歇息 第二日清晨 孙悟空率先醒来 他习惯性地跑去给唐僧请安 还没走到唐僧寝室 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就发现了不对劲 只见唐僧房间的大门虚眼 孙悟空隐约感觉到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果然不出孙悟空所料 待孙悟空推开房门后 孙悟空一声惊呼之下急忙叫醒了猪八戒 沙僧 就连如来也被孙悟空所惊醒 众人找遍了灵山 依旧没有发现唐僧的踪迹 如来只得展开慧眼扫描三戒 试图揪幕后真凶 如来用慧眼扫描完毕后眉头紧锁 孙悟空在一旁看得也暗暗心惊胆战 终于如来开口说话了 悟空 唐僧这一次凶多吉少 你和八戒 沙僧跟着我等一起出征 如来又转过头来对灵山众罗汉接地说道 如等在此稳坐法堂 羞得乱了善位 见如来如此慎重 孙悟空也不由地紧张了起来 他撤出金箍棒 带着猪八戒 沙僧 跟着如来佛 燃灯古佛 弥勒佛 观音菩萨 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 地藏王菩萨 一起整装待发 众人准备就绪即将出征 八戒终于按捺不住了 他对孙悟空说道 猴哥 如来搞什么名堂 害师父的凶手 是谁直接说就是了 弄得大家紧张兮兮的 孙悟空身为灵明石猴 成佛后更是颇有灵性 他已经预料到了凶手是谁 只听他对八戒 沙僧悄悄说道 八戒 沙师弟 昨晚在灵山歇息的 有金鼎大仙 太白金星 镇元子和赤脚大仙 你们分头去找找这四人 看看有谁不在灵山 八戒 沙僧分头行事 不一会儿就回来汇报了情况 原来金鼎大仙 太白金星 赤脚大仙尚在房间 唯有镇元子不知所踪 果然如孙悟空所猜测的那样 随后如来带着众人 驾着翔云一路飞去 竟直飞到了万寿山武装关 孙悟空轻车熟路 他率先闯进武装关 只见清风明月等几位仙童 早就不知去向 而园中的那棵人参果树 更是颇有蹊跷 只见人参果树 没了往日的郁郁清清 整棵树都是枯枝败叶 树上连一棵果子也没有 更让众人惊愕的是 人参果树下 赫然有唐僧生前所穿的袈裟 而地上洒满了血迹 如来开口道 唐僧原是我坐下的二徒弟 金产子 投胎转世了十次 原阳未曾宣泄 如今又被我封为了佛 其肉身更是奥妙无比 难怪镇元子如此这般绞尽脑汁 原来镇元子号称与世同君 深知唐僧的肉身 有长生不老的妙用 如今唐僧成佛 他的宝血若献祭给人参果树 能让人参果树结成血果 服侍一个血果 除了增添9999岁的寿元外 还能让服侍者大幅度提升法术修为 当年唐僧的取经队伍 路过武装关 镇元子为了结交孙悟空 故意谎称自己上了御清宫 参加了原始天尊的宴席 果然如镇元子所预料的那般 取经众人共有唐僧 孙悟空 猪八戒 沙僧四人 镇元子却让道童送出的两个人参果 两个人参果如何能分给四人 于是就有了孙悟空后续偷吃人参果的风波变故 带镇元子先和孙悟空大打出手 后又以不打不相识为由 和孙悟空结败成兄弟 带孙悟空成福后 镇元子又以道贺作为理由 走进了雷音寺 继而有了谋害唐僧的作案机会 唐僧成福后的当晚 镇元子趁着众人熟睡 溜进了唐僧的卧室 然后施展秀里乾坤 卢走了唐僧 带如来孙悟空等人赶到武装关 唐僧早就被镇元子做成了献祭之物 和树上的13个人参果一起 被镇元子吃进肚中 如来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讲完之后 孙悟空等人气得咬牙切齿 尤其是孙悟空 他紧握金箍棒怒喝道 镇元子当年假惺惺的 与俺老孙结为兄弟 原来是有这等一谋诡计 你这个卑鄙小人 快滚出来 吃俺老孙一棒 孙悟空骂完之后 竹八戒和沙僧又接着骂了起来 他们你一句我一句的谩骂 将镇元子骂得狗血淋头 残不忍睹 就在众人以为镇元子躲得无影无踪之时 园中突然刮起了一阵兴风 如来佛祖盲道 儿等小心 镇元子来了 这阵兴风刮得满天飞沙 黑云滚滚 就连日透也立时失去了璀璨的光辉 孙悟空顶着风沙不敢懈怠 一双火眼金睛 想要看清镇元子的身影 就在此时 空中传来一阵邪魅之声 如来 孙悟空 天堂有路 你不走 地狱无门 你闯进来 不过你们来得正好 让我用你们血 继续供养人参宝树吧 哈哈 这哈哈之声刚落 只见一道黑影 悄然无息地出现在众人面前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连吃13个血果的镇元子 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 一触即发